今天要探寻的就是位于 郑州市御凤路上的 鲜虾无双 他们家虾挺鲜的 然后我们都比较爱吃 味道非常鲜 非常嫩 感觉吃得非常嫩 很好吃 他们家虾很 是活虾 所以感觉很鲜 很嫩 你确定它是活虾吗 因为那能看到 我们进来的时候都丑了一下 在那儿 又那儿爬呢 对 虾在那儿爬呢 是吧 虾在蹦 你有看到虾在蹦吗 就那个 那里头在摘虾的人在里面 就在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 好嘞 什么虾 它是 我们觉得是那种 大的那种鸡尾虾 还有那种活虾 我觉得他们家虾很大 挺好吃 挺好吃 你好 掌声热烈点 掌声热烈点 来来来来 再回去吧 哎呦 看来大伙吃得很 来来来 坐坐坐 可以坐吗 可以坐 那我就坐了啊 我刚给你拆了一套餐具 小伙子 找我下去了 大老远都看见了 准备好了 是吧 哎呀 你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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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太吃了啊 你走吧 你吃什么咋样啊 没能说 没啥说的是吧 来 一个字爽 很爽啊 来吧 这 很爽 三个字 四个字 非常非常 很酷的字 吃一个非常虾 嫩 特别的嫩 相当的嫩 嫩到什么程度 是吧 能不能入口即化 能不能入口即化 能不能入嘴而化 咱走 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入口即化 我就不相信他能能到入口即化 这个是实在 确实有一条 这个虾 我山东来的 沿海城市过来的 我吃的这个虾火虾 就像我到了我青岛 到了我日早一样 感觉 确实呢 所以这个虾这个感觉 对 就这个一个是鲜 关键这个在鲜上 吃了这个虾线一条 确实也嫩也鲜 关键吃鲜 海鲜吃鲜 一定要在鲜上 对 对 我在这里能吃到鲜火虾 所以你觉得它这个是足够鲜的 对对对 是吧 我给你没有那边酒都端起来了 来来来来不着急 来那就先走一个 你不喝一个 我我不喝 你们来走 来走一个 我是来来的可能第好几次了 第好几次 然后就是我周口的朋友 我今天干门叫过来 对要叫过来 他是一定说带你来吃的 他说你就没有搓那么好吃的香 他说我带你吃一下活虾 就是那个口感 就是那种虾 哪种虾 活虾 活虾 对对对 味道怎么样 味道不错 确实这个口感非常好 口感相当好 你以前在其他地方吃的那个冰鲜虾 味道好多了 嗯 一个是比较鲜嘛 对 你吃在口里的那个 那个那个口感啊 给其他虾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还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 时刻们都说店里的虾肉口感鲜嫩Q弹 关键就在于用的是活虾 咱就去打探打探 有没有看到 这虾都是活虾呀 都是活虾 所以你们就专门来干这个活的 就是什么剪虾枪是吗 剪虾枪 还有这个虾 这虾枪都挤出来了 开背 哦 直接就开背了 哦 所以这个活是专门要有人来干的是吧 对 不干这个 这是虾线 你看这是虾线 这是虾线 这是虾的脏东西吧 脏东西全都给它直接吃出来了 给它再把肥一剪 好吃的味道就先在里面 这样吃的话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就好吃去吧 就好吃去吧 那口感很好是吧 那是哪里人 我呀 我是湖北人 湖北人 所以你们那边吃虾会比较多一些 虾呀一下 对 我们是湖北 虎虎啊 虎米之虾 虎虎啊 就是啊 虎米之虾的位置 哦 你看那个表情嘛 然后都会觉得自己很自豪 我们虎虎 那那个地方叫虎米之虾 我们哪里面都要吃虎米之虾 虎虎 哦 这个都是仙虾 然后再来给它剪掉虾腔啊 去掉虾腺 店家告诉我们 店里用的虾都是鲜活的鸡尾虾 每天都是从东南沿海空运过来的 活虾在开背之后 去除虾腺和虾腔 直接下锅开始烹制 为了保持虾肉的滑嫩 油锅中滑油20秒 虾肉微红就可以出锅 把配菜玉米 黄瓜 花菜 在锅中微炸之后 捞出锅中垫底 锅中放入葱段和蒜子爆香 再放入提前熬制的密制酱料 虾入味不入味 关键就是这密制酱料 十几种大料和中草药 按比例提前放入锅中 小火不停翻炒两个小时之后 才可以使用 密制酱料放入锅中后 加入适量的水 炸制好的虾放入锅中 微制30秒就可以出锅品尝了 感谢成德露露 对本来目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其实这个虾上来之后 你可以观察一下 基本上虾的个头还是比较均匀的 而且个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 其实刚才简单问了一下 一个大份的话是两斤虾 然后中份是一斤半的虾 小份是一斤的虾 里边给的配菜也是比较丰富的 你看有玉米黄瓜条 还有花菜 基本上算是荤素搭配 而且这边的虾基本上都是 可能已经开过被子 挑了虾线 然后剪去了虾腔虾虚 这样的话基本上到咱这就生虾 一个字吃就可以了 这说句实话 真正当这个虾入口之后 你才能够体会出来那种鲜活的含义 为什么用活虾就是鲜虾来做 口感上和平常我们知道那些冰鲜来做的虾呢 确实是大家所说那种会更嫩一些 而且有那种Q弹的感觉 甚至如果说你稍微的品的稍微细一点的话 它会有那种能够吃到这个虾肉本身的那种鲜甜的味道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新鲜的来自大海的味道那种感觉 香比较浓郁 您说各种各样的滋味呢 它都是垫在一起的 然后呢融合在一起 所以呢吃起来味道会很足 当然您起码把这个虾吃完之后呢 您还可以加汤来涮菜 然后煮的话也不会觉得味道会变淡 所以呢您就可以凭据您个人的喜好了 然后呢可以再点点其他的一些配菜来吃 所以呢如果说您是比较喜欢吃虾的话 各人建议呢您可以到这边呢来品尝一下 就是用这个鲜虾和虾做出来的这个虾肉感觉会不一样 天黑了又闯来蜜神了 其实说到每天拍这个节目我们也很困扰啊 就让大家每天发愁这一日三餐啊吃点什么一样 你说推荐点我们喜欢的吧不见得大家喜欢啊 那时候也不知道大家到底喜欢什么东西 所以说呢只能推荐我觉得有一样没得跑 就是人气旺哎 那开的酒的店啊那说明人家是肯定有门道的是吧 做东西一定会好吃 那所以说我觉得给大家推荐这个年头酒的店 一般不会错吧 哎那么大嘴哥咱今天要去哪家店呢 哎今天要找这家店就很有来头 据说在西郊这个西站路上开了二十多年卖什么呢 就是卖拉面 为什么要找他呢因为他搬地儿啊以前在那二十多年 后还改到哪呢 现在我是在这个农业西湖河西三环江沙口啊 向东大概有个两路口 两路口位置 现在搬到这个地方 就喜欢吃面的朋友来今天跟着我走吧 这家开了二十多年的拉面馆 一进店里就能看到后厨的师傅在忙活着做面 美味食客都在埋头吃着自己那碗热气腾腾的拉面 我们吃了时间长啊 时间长 多长 我吃的都有十来年了 据说搬到这儿才没多长时间 搬到这儿是时间多啊 原来在西南路都吃 你从那边都跟着吃啊 大世界原来在放这边大世界 在那时候它的糖吃度可不错 感觉味很香 那他搬到这儿之后呢 搬到这儿之后 他也经常来点吃 味道上有变化没有 不知道我感觉还是这个愿望 他跟那儿一样 还是一样的 是吧 糖好面筋 嗯 吃度啊 感觉这个糖真不错 面也可以筋道 面比较筋道 也够筋道 那就其实我觉得面啊 都应该都大叉不下 主要是在这碗汤里面 是吧 我跟面都差不多 面也可以 糖真不错 反正味道挺对口了 嗯 什么样的味道 能喜欢吗 有一点麻麻的 麻麻的 里面是搁什么花椒还是麻椒 吃不出来 我们俩喜欢吃 就因为调了这个味正好 也不是说太麻 但是也有这个麻麻的味 有这个麻麻味道 有点麻麻的味道 你觉得那个麻味是放了 怎么出来这个麻味 这麻椒吗 这应该是吧那种 应该是那种麻椒味 挺好吃的啊 很多人就是喝完那下汤啊 就发现就厚味有点那种麻麻的感觉 我说你有感觉吗 有 有 那是达料的味道 啊 达料 达料 你就给它加一些东西 会让它喷里边是吧 对 它那黄黄的是怎么样 也是加有咖喱粉 还是加的有东西 有点咖喱味吧 嗯 有点咖喱味 有点咖喱味 就跟原来就是吃的那个拉面 就是冷式的那种拉面 嗯 味道是比较香的 哦 它没有咖喱味 它里头不放咖喱 它有没有咖喱粉 没有 反正没有咖喱味 吃就行吧 咱们老百姓吃 咖喱味是杨基和杨青芳的 它这没有咖喱味 确定没有 反正我感觉是没有咖喱味 要不非常少吃不出来咖喱味 没有任何咖喱味 采访当中大家都提到了 这碗拉面带有淡淡的麻味 一般拉面都会夸它的汤鲜味浓 而这碗面 大家却对它的麻味情有独钟 除了麻味 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 就是有的时候说 能吃到淡淡的咖喱味 而有的时刻坚持说没有咖喱 那这颜色很重的汤底 难道真的没有加东西吗 看到摆了这么多碗 这都是备着的是吧 对 因为等下人上多了的时候 你忙不过来 所以要先备一下 等一下上成的时候就快一点 那既然看见它 咱就先看它吧 看里面都放点什么东西 香菜 香菜比较明显 下面鸭还有白的是 石盐 鸭加的有盐 对 找一碗比较明显的 白的是盐 黄的是什么 黄的那个咖啡粉 咖啡粉 不是 咖喱粉 咖喱粉 说错了 嚇我一跳 我说当你喝咖啡 咖喱粉是吧 对对对 老吃家可能都清楚 现在郑州很多的老面馆 做面的时候 都会放一些咖喱粉 一是提味 二是增香 碗里放了咖喱粉 冲开以后颜色重点很正常 可是这一大锅牛肉汤 颜色为啥也这么重 我这个汤 真的让大家说一下 汤是比较浓的那种啊 这个颜色也很重 这个应该是汤里面加了个东西吧 对对 里面放的里面有大料 然后还有一种咖喱粉 哦 有咖喱粉 对对对 哦 还有人说 你长半天吃了几年 说确定里面没咖喱 原来还是加的多少有点咖喱 对对 多少加点有点咖喱粉 哦 那个麻麻的味道是出自哪 是咖喱吗 不是在里面 我们汤里面包的有大料嘛 大料里面有那个麻椒 哪个有料包是吧 对对对 哦那看看吧 就这个汤里就这个 对 这次直接从锅里捞出来的料包 保证新鲜 难道这次能直接看到料包的所有秘密了 导演你要拆开看看吗 我们导演要求很过分 可以可以 这可以 可以 这可以 臭不住我一个 不能看了 看一下看一下 能看一下 这不是秘方了 秘方了 你打开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我这是第一次啊 从这汤锅里捞出来的料包直接看的 难为师傅 导演你这个要求有点过分 看看里面的是什么 哦 这都是打碎的是吧 打碎的 里面应该加的有姜吧 有姜吧 因为我闻着很浓的一股姜味 有干姜 有干姜 炸的有姜 之所以牛肉汤看起来颜色很重 那是因为这一锅重口味的牛肉汤 在煮汤的时候就加入咖喱体味增香 还要将料包一同放进去煮 麻味的关键就在于麻椒 将麻椒打碎了掺在这个料包里 这样做出来的牛肉汤 在去除了牛肉异味的同时还增了香 而且麻味不冲 刺激着食客的味蕾 骨头有讲究没 咱是牛任何骨头都可以 还是咱用某一部分呢 这个还是腿骨 腿骨它不是里面有那个骨髓吗 骨髓 骨髓都煮成那个骨髓浓香 那个香一点 明白啊 就是咱说那磅骨啊 就是那块是吧 有的像是牛身上那个排骨啊 里面没有骨髓 你煮出来就是 怎么说呢 就也不发香也没什么用 还是那个大腿骨好 里面有骨髓 煮在这汤新鲜 口感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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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说是鸭这个汤 忍不住啊 你又夸跟啥 那肉呢 咱选择哪部分肉 肉就是牛身上比较好一点的 就是这样说吧 你身上比划比划在哪 哈哈哈哈 你摸了一下 后腿上的肉 后腿上的肉 就这块肉是吧 后腿上的肉 因为这个牛嘛 你要找其他地方太肥了 走出来口感不好 今天给大家找了一个 开了二十多年的阿弥店啊 办法新地方 但是依然人气不减 哎呦 太家面大家都说了啊 面筋道 汤香啊 大家后出看的时候 确实这个 拉面的手一活 这个功夫还是 还是到位的哈 啊 不知道这个 煮完之后这个面 你知道吗 在夹这个面的时候 瞪着下面的时候 能感觉到这个面的筋度啊 很弹啊 关键还不断你知道吗 其实我来之前 我觉得拉面不就是那回事吗 但是吃完太家面 我觉得太家面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面筋道不说了 但是说这个味道吧 虽然面是用清水煮的 后加的这个骨汤啊 但是这个味道 已经完全渗到这个面里面了 清了这个汤之后 面都非常的香啊 我觉得应该是 太家这个汤底这个味道 是非常出众的 欢迎来到 由鹿鹿新儿鹿赞助播出的 早餐改造计划 我是督促你们吃早餐的 Z先生 我知道做早餐吃早餐这件事 对于你们上班族来说 一点都不care but 为了让大家有个健康的体魄 拥有高品质的生活 并对社会做出更好的贡献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们每周末都会为你们推出 两期跟早餐相关的节目 希望能帮助你们 不是白看的 有奖品 now 参与方式如下 拿出手机 拍下当天早餐节目的播出画面 连通姓名电话 一起发送到香香美食微信公众号后台 就有机会得到露露杏仁路送出的一份 惊喜奖品哟 等不及了吧 那么接下来 休谈 本集由露露杏仁路赞助播出 大家都说露露好 可以喝的早餐包 没吃呢 没吃呢 她就是本期的改造对象柚子 之所以选她当嘉宾是因为她的需求 基本上早上都不做饭 然后都是我爸妈弄好 然后父母做了饭 就那些啊 就是猪猪猪 早餐吃腋 真的啊 没错 有达典型 我家就是咸太阳 有小货比较早 八点钟 来不及吗 我说起碗了 或者我妈出差了 家里没人做饭 拿一包奶 然后就吃饭了 那你觉得一个早饭 能够你一上午的营养 不够呀 因为我一般在十点钟 到备会再吃一点零食 一般到十点多肯定会饿 所以那你对自己目前的早餐状况 满意不满意 不太满意 那要不然我们来个快问快答 看看你现在的状况 要改变行不行 好呀 Ready go 你最拿手的早餐是什么 习份 那你什么时候会想要主动做早餐呢 休息日的时候吧 没人起来做的时候 喝得受不了 请说出三种春天特朗的食品食菜 菜苔 笋 蒜苔 胡萝卜算不算配夜食菜呢 不算吧 你知道朝贝四君子的四君子指的是哪种食材吗 食材 不知道 食材 葱姜蒜 香菜 现在对了三个 因为我都不吃 对于早餐来的时候 你觉得吃饱跟吃好哪个都重要 都重要吧 不好吃的怎么能吃饱啊 不吃好怎么能吃饱啊 那你觉得你早餐吃的算好吗 不算好呀 你好是柚子家吗 是是是 你好你好 我叫胖子 老花的地方 厨房还挺宽敞的呀 但是干净 但是一看就是我们传统中式的那个厨房 厨房一般是你的地方还是你爸妈的地方 爸妈呢 很少是我的地方 他们做什么我吃什么 做什么你吃什么 对 不用操心做饭 算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好处吧 但每天的馒头 稀饭就咸菜 也成了柚子的噩梦 然后父母做了 再来做那些啊 就做做做做 年纪轻轻的 柚子可不甘心 就这样提前步入老干部的行列 自从毕业回家 太有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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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想吃一些就是健康的低脂的早餐是吗 啥 你还要减肥 大长腿不用减肥 但是现在是不得多 年轻小朋友都有地方 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减肥也不用不一定 非得说的是真正的意义上减肥 当然能减掉更好 我感觉是一种意识的唤醒吧 想过上 想吃上更健康 营养更全面的一些早餐 冰箱在这边 这么多东西 就是咬乱什么都放在这 天哪 身为帮忙嘉宾 胖刀算是见过不少厨房了 但当他想要在柚子家 看看有没有什么食材是可以利用的时候 还是被塞的满满当当的冰箱给震住了 我感觉你们家是吃货之家 你看 你看 你看这摆的全部都是吃的 还有这 这么多吃的 这都是 这个是什么 这是有豆腐贝 你也喜欢豆腐贝 我也喜欢做 这是什么 都是我 这是小姑娘做 天哪 天哪 太多了 哇塞 你们家几口人 三 三口人这么多吃的 我天 一看到他家厨房 各种各样的食物 然后就会让人很兴奋 因为很爱吃嘛 然后觉得 家里边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一个家庭 如果想吃什么 就可以信手拈来的那种感觉 我发现他们家 好像瓶瓶罐罐非常多 因为我爸挺喜欢吃咸炭的 我小姑他们 姑娘什么 会做 南方人好贵做饭 这个是 剁椒吗 剁椒 好馋 那在这种家庭环境里面 就是说这种饮食环境下 你怎么会想到自己要改变一点 因为也看到一些就是健康的那种什么味道 然后就 非常想瘦 主要是瘦是吧 对主要是瘦 因为在家油水太大了 天就 吃太胖 现在好多人对这个剪脂餐误解大了去了 不就是水煮东西吗 水煮一切啊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剪脂餐也可以非常的花里胡哨 这是猪肉的吗 剪脂早餐无外乎就是以下四种 第一类就是一巴掌厚度的蛋白质 所以我第一个想到了就是比较平价的鸡胸肉 都把棍在那儿 好好走 屋里面 都这么小啊 感觉满温可以打架了 真的好意思 第二类就是一手捧的碳水化合物 这个我想到做一个快手的开放三明治 这边是蔬菜 然后那个法国的香菜在这边 大部分的香菜 对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蔬菜 刚好现在是初春嘛 花花绿绿的一些蔬菜水果搭配在一起 然后非常养免也非常健康 这个呢就是直接跟那个什么生菜一样直接吃掉吗 对啊 太新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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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都哭出了耶 要不要买啊 这个叶子菜我们都可以换成别的 比如说苦菊啊 苦菊也是沙拉里面经常会吃到的一个 蛋菜里面 对对对 然后最后呢 我计划的是做一个牛油果奶昔 牛油果是非常低脂的一个食物 而且它营养特别高 如果作为减脂早餐的话 牛油果是再适合不过了 主要是鸡肉 说鸡胸肉 减肥的朋友们肯定深有感触 就是鸡胸肉太无聊了吃起来 把这个刀背稍微拍拍 对 这样一会一会因为我们要腌制嘛 给它拍松散了 然后好多 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的一个 普遍的一个认知 我觉得应该给那个鸡胸肉 平反一下 给它通过腌制 就变成了非常有蒜香味的煎鸡胸肉 这刀还可以啊 这样子多 对啊 大家打开了 再煎 放下进去 撒进去一点 鸡胸肉 要哭了吗 被自己 被自己的刀工感动哭了 其实最鲜的是应该腌肉 腌完了 你才有时间去弄别的 洗菜的同时煮两个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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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几个鸡蛋 两个吧 你们家厨房熟了 我觉得还挺熟的 就是今天也会有点不熟 因为平时鸡蛋在冰箱里 刚好今天鸡蛋吃 不是 刚好今天鸡蛋吃完了 然后你拿放下 你不是 其实我还是挺熟的啊 看我刀工就知道了呀 太厉害了 我都不行了 一会儿就把它混合下 刚好现在是初春嘛 花花绿绿的一些蔬菜水果搭配在一起 然后非常养眼 也非常健康 最后我们就剩了一个奶昔 然后我们用黄瓜跟酸奶打成奶昔 然后配上麦片就行了 黄瓜 不是说牛油果更适合减脂吗 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变了呢 饮品我们用的是露露黄瓜奶昔 然后一开始我们计划的是牛油果对吧 牛油果配酸奶 结果牛油果没有买到 大部分都好深哦 你看颜色都知道 然后我们去准备去做的时候 然后一看就之前做沙拉 还剩了大半根的那个黄瓜 说要不然利用这个黄瓜吧 然后而且很清绿的感觉 然后感觉看着也挺喜欢的 不过露露里边含有那个丰富的植物蛋白 还有那个你看它主要是 它这个杏仁是山杏仁 从营养上考虑也挺好的 你这跟你平时吃的早餐有啥区别的 完全不一样呀 我想象中了减脂餐可能就是一个白水煮蛋 煮两片烫生菜叶子吧 这居然还有鸡肉 这个真的好喝 好了 大真心大怒了是不是 完全没想到 我要告诉我妈 你哪这么那种才能 我觉得真的没有想到 减脆的早餐可以吃这么多 我觉得这个吃多了 对我的负担来说也并不是很大 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比不上半个馒头 对我的负担大 可以家里晚上给你整了是吧 那我家有多朋友 我爸妈还不吃 你比如说像这期嘉宾柚子姑娘 她的这种诉求跟问题 其实是一个挺普遍的一个现象的 其实今天吃什么是次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跟她分享我的一些见解 跟一些经验吧 她也能更正确地去认识到一些 低脂餐的一些常识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早上七点半 周福生的烧饼小店 开始逐渐忙碌了起来 她制作的是信阳商城县的一种传统美食 起酥肉烧饼 我叫周福生 这个烧饼 看着我在这里 已经是上了第三代了 周福生二十多岁的时候 开始跟父亲学习制作烧饼 如今已经做了三十多个年头 这个烧饼我吃一朵 它是少了脑子 我吃几十家了 一直在吃 这个烧饼比较脆 外面挺脆的 然后里面挺酥的 这个我们这个小饼 是我们本地的一个费餐 它里头保有五花肉 保有右手 和其他地方的烧饼相比 商城县的这种烧饼最大的特点就是要酥脆 不过想要让烧饼酥脆 在制作上就要下足功夫 和面是制作烧饼的第一步 周家的烧饼一直都沿用的是传统的老工艺 用老教头发面 这个老教头发面 这个老教头发面 或是老味道 它是想 像这个 酵蒙发面 这种烧饼 它都很绵化 它没有 我们这个有进展 你知道 加上温度 再一个饼 就是像这个温度 在这个天气里 这个也保持到 四十五十度 要是在不天之内 那就是 这是用量水的 不在水的 不在温度 周福生说 活面的水温水量都有讲究 特别是水温 要根据气温的变化而变化 而这靠的也是多年的经验 不过 活面不光是个技术活 同时也是个体力活 活面 这个面 我们活一大平面 那就是一片面的十十斤 你知道 就是体力活 反正是有些 有些累的 周福生已经年过六十 如今 活面等很多 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工作 都交给了儿子周玉峰来做 不过对于做烧饼 之前周玉峰的心理 还是有些抵触的 就是年轻人不想看 因为好多人都觉得 做烧饼就是老头子干的 年轻人不想出去闯一闯吗 他是十九岁 他是到外来打工大概有八九年 最后的 我忙活的长年龄大了 不然我想这个时候 一定要传下去 所以门都接了点回来 父亲年龄也大了 然后他们做的也挺累的 做了几十年的 你跟外面打工也不是事 是吧 又不能打一辈子工 还不如回来做烧饼 就这样 在外面打了几年龄之后 周玉峰回到家中 跟随父亲学习烧饼的制作 虽然从小就接触这样的手艺 但学起来还是相当吃力 因为叫起酥肉烧饼 为了让烧饼更加酥脆 醒好的面中还要加入油酥 加了油酥的面 经过卷制 被均匀的下成剂子 再包入腌制过的五花肉和葱花 按压饼皮之后 还要在四周均匀的刻上花纹 一个烧饼要切上几十刀 每个刀口都要深度一致 尖隔均匀 这个小饼这个刀饼 每天三十多年 技术一般就划不出这个 看完这个刀饼 也划不出这块 也划不出这么均匀 打了花刀的烧饼 还要抹上糖心水 撒上芝麻才能入炉烤制 不同于一般的烧饼烤制的方法 烤制起酥肉烧饼 用的是钢炉 烧饼要贴在炉壁上 通过炉内的炭火慢慢烤熟 而这也是整个制作中最难掌握的 这个刀子温度不能烧菜 烧菜烫了烧饼 烧饼粘不住 你切上以后它要往下掉 它也不能太刺 你看着你 你斩上它以后你起不掉 康海市的话 那个稳住 一看到那个活 都感觉到手都触不进去了 起上去都会掉下来 然后你要是不想让烧饼掉下来 你手就得点烫一下 烫过好老吃 有的时候你把手触进去之后 就会烫个泡起来 反正那个扁 烧饼都一点是不能碰 一碰就会起泡 很烫的 作为当地的一种特色美食 如今起酥肉烧饼 也是很多人心目中 挥之不去的家乡味道 我们这个烧饼 到过年本来 外地出外工作的都回来了 到外上所有的说声 就放假也回来了 所以每一家居家里 到年本来每一家都进去特别多 以前小的时候吧 人家十来年之前 好多人吃 吃了都喜欢它这个味道 然后到外面去以后 找不到这样的了 然后回来 他说回来老家嘛 何连过节回老家的时候 然后到这来定做吧 大概一做 做有几十个 然后就带着 多少年了也算是 生成县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味道 我们冲小孩就得吃 说小孩在外人也爱吃 他们就带 老婆到北京去 整个长度定了 定了带着 带着北京小孩吃 好吃 虽然爱吃的人多 不过做烧饼是个辛苦活 每天围着火炉 一天下来 除去吃饭 最多要站上十几个小时 所以如今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是越来越少 因为做烧饼比较辛苦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行 周福生兄弟三个中 也只剩下自己 还在层市这个行业 随着时代的发展 饮食也越来越多样化 如何传承 坚守和创新 是越来越多传统美食制作者 需要面对的问题 我今天已经六十了 再说 干个六十五六十 孩子大了 有什么想法想 想转什么行业的 这个人是我们的产品 就不受 不过 以我的希望来说 还是帮我们这个 传统家人传统的小孩 就继续做下去 就是我爷爷那边 对吧 传了我爸这边 我爸这边就传我这边 我肯定想 把这个人传下去了 毕竟这是 我们少先的一个老手艺 死传得太可惜了 现在不是好多电视 我们不是放那个 什么致敬什么景点 我们这也是景点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 我是孟涵 现在孟涵 我是在咱们河南的 汝南县的天中大道上 背后就是他们这 特别有名的天中门了 你说我这是大老远的 为什么又跑到汝南呢 问大家一个问题 有没有看过武侠小说 有没有在武侠小说当中 留意到一种特别有名的功夫 叫做青宫水上飘 为什么跟你们说这个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在这个 鲁鲁南当地找到一种 当地特别有名的美食 当地人称水上飘 你说什么食物是水上飘 葱花 走吧 我们去问问 你好 先生 你们当地是有一种叫做 什么水上飘的美食吗 水上飘就那边 那边是吧 就那边是吧 就叫水上飘 还是称呼它为水上飘 对 如来都称水上飘 就那个口的就 就那个是吧 昏的还是素的 昏的 昏的哈 水上飘 水上飘 就这个是吗 我知道是什么了 来来来来 你们都称这种东西为水上飘吗 对 而且它这个地方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既经济又实惠又好吃 因为像我鲁南有这个 南海禅士和苏阿湖 天空山他们旅游的时间 都问 经常问 哪地方有那个 就玩的水上飘 感情导演 我们今天还找对地方了 这已经是外地游客来这 必吃的一种地方特色小吃了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鲁南县的特色小吃 就像这位食客说的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汝南当地的特色美食 鸡肉丸子 因为它个儿大 而且还能漂浮起来 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 鸡肉丸子为水上飘 是这个是吗 这不都跟水上飘着的吗 是吗 还真的是水上飘 对呀 这是丸子吗 奶奶 对呀 你给你称两个 你尝尝吧 这是年价开的吗 是的呀 真的是年价 不是咱家开的 他们开的我经常来 他这吃 我给他老祖父来 老客户 这搞得就像是老板一样 哇 这么大个儿的鸡肉丸子 咱平时吃的丸子可真没这么大 跟个大乒乓球一样 我就想问一下 这么大 要跟乒乓球一样大 丸子这怎么嚼呀 快点 快点 好开了 好啊 看见就这一块儿就是鸡肉丸子 好小啊 老板也太抠了吧 其实 那肉张得多了 他就弯得不选 老板 就是说故意要放这么小一块儿肉吗 对 那个面才鲜 面是吃外面才鲜 这面是 这是那个春秋葱那个分面 什么分面啊 对那个红薯分面 红薯粉面 我只知道红薯粉面能做那个粉条呀 什么焖子呀 是不是 还能做成这种鸡肉丸子 你看他嘴巴不赖吗 你看 相比于这个大个儿的丸子来说 里面的鸡肉丁显得有点小了 但是大伙并没有被缺的感觉 反而吃得很起劲 这个吃什么呀 三子 三子 三子给豆腐片 您一般都怎么吃 我的两个九碗子 一八那个三子 再点点 鸡肉丁豆腐 您这里面都有什么呀 鸡肉丁面 鸡杂 鸡肉丸子 这吃一碗里面放几个丸子能吃饱 要吃丸子的话 估计得吃一碗 一碗是几个 这都五六个呗 五六个 因为它这个东西看着很大 但是实际是里面很空的 吃不饱 这都要搭配着 比如说方便面 或者是伞子一类的 才能吃饱 就是看着很大个儿 其实吃到嘴里 它肚子里 它不是特别的蘸肚子 对对对 吃的就是那个口感是不是 对 筋不筋到 没吃 感到筋到 反正就是很滑 很滑是吧 这个词 我的标题是 羊脑 然后伞子 伞子也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土豆皮 豆皮 你一般能吃几个丸子呀 就一碗正常的标准 一碗里面有几个丸子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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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块你都能吃四个 比较高啊 站起来多高啊 七五 七五呀 这 包露 包露 我升高了 还是算了吧 是不是长这么高 都是吃鸡肉丸子吃的 虽说大家都是来吃水上飘的 但碗里只有鸡肉丸子的却很少 一般都搭配的有伞子 方便面 千张丝 鸡杂等 每个人呀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做成私人定制版的鸡肉丸子 我问一下您啊 就是当地的这种丸子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吃法 还是说它这个丸子 也能像咱们平时那个丸子一样 能干吃 干吃 你拿一个你看吧 这是您家 爱的 我还喜欢这瓷菜 哪一天也吃 好热情呀 我拿一个 拿一个 这两个哪一天 两个这给我盆我 你看看这 一般排 一般排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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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样 挺香的挺酥的 然后有点面面的 如果要是用我的牙呀 咬到中间那个鸡肉块 我觉得得咬到明天早上 你看 你吃点泡好的 老板特别好 还给我加了鸡干 还有鸡心 然后你看 这个是已经煮好的 能飘在这个汤上的 水上飘鸡肉丸子 然后这个是它炸好的 吃一下 好软 它这个口感呢 就是没有那么看上去 已经泡粉的那种特别面 外面这个是泡的比较粉 比较软 但是紧挨着里面 这一层特别筋道 所以那个口感 其实是有层次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一旦吃这个丸子的时候 刚才就是油香油香的 没什么太不特别大的感觉 但是刚才吃这个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泡粉了 所以把这个汤里面的鲜味 全部都吸到这个丸子里了 对对对 我基本上吃到嘴里的时候 除了有嚼到的这个 后面有一点点甜甜的 那个红薯淀粉 更多的是吸满了这个鲜汤的这个骨汤 我觉得比咱们平时吃的那种 小的那种丸子 它更吸汤 所以基本上一口下去 我鸡肉丁呢 鸡肉丁里头的吗 就没多大还掉进去 在这儿呢 好 这个是鸡肉丸子 但是鸡肉丸子里面的鸡肉丁 没来吃过的人肯定想说 你这空天了是吧 还有就是这么大一个丸子 我直接砸过去 我感觉都能把摄像哥给砸晕了 你让镜头砸坏 镜头比你贵 但是它居然这么大个 它能飘在这个汤上 飘在这个汤上也就算了 它居然里面还是那种 特别劲道的口感 这个是一种技术啊 如果要技术不到家 那个弯的根本不会飘到飞 然后想到了乒乓球 就是外面特别大个圆圆的 然后里面是空心的 但是它里面又有一块 一小块那个鸡肉 蓝牌香气 对对对 所以我特别好奇它这个丸子 是怎么做成这个样子 尝完了鸡肉丸子 孟涵还是会对清宫水上飘的 鸡肉丸子产生疑惑 趁着不忙的时候 孟涵决定去问问师傅 这里面啊 到底有什么奥秘 可算逮着您不太忙的时候了 这丸子这么大个儿 怎么会飘在这个汤上呀 这是排斥的红红红面 做好以后省红红是实形的 然后一炸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就大 然后就是中间是空的 所以它会放在水里边的 它会漂进来放弹的 红红的 对 但是我特别好奇的是 为什么这个丸子啊 您看不停地有人过来买 那没买的时候不是得一直泡在里面吗 对对 它为什么不会散呢 有的丸子泡久了就泡冬了 每到夜晚时分 汝南人民就喜欢三五成群地出来 吃上一碗鸡肉丸子 这一点啊 都不亚于郑州人民对胡辣汤的热爱 带着好奇和约定 孟韩第二天又来到了这里 看看这会飘的丸子 到底是如何做出来的 给大家伙说一下 这个都是什么材料吧 这上面是红薯肥面 下边的是它提前做好的芡 你们知道芡粉吗 其实就是那个红薯粉 插了水之后 然后在锅上给它熬成那个红薯凉粉 这个就是芡粉 为什么要用这个红薯芡粉 跟这个红薯面掺在一起啊 这些都是红薯面 就是这个芡提前搭出来要是什么面 这些炸到外面的骨骑 齿肉就是硬的 你不炸 齿肉是硬的 所以这个东西一炸来它会开 就是跟这个泥锅一样 就吃成就能吃出来 我们昨天吃的那个比较弹弹的口感吧 然后这个芡打好以后 然后给它放亮 放亮以后回头把这个杆面缠进去 把干面缠进去 然后又用手振劲出来 哎哟 天呐 这红薯粉可比咱们平时吃那个面粉要 就是 面粉不按照炸弯子 不能啊 对 一定带到红薯粉 为什么呀 面粉炸的弯子吃得不齐 它就一个四面疙瘩 四面疙瘩 对 这炸出来的弯子是紧的 就像这样的红薯炸的弯子太瘢了 面炸的弯子不会瘢 你绕好那个红薯面粉 发酵的时候不需要放什么 发酵的粉啊什么的吧 不需要放红薯粉 变成它的 你要是糊好了又给它腥了一下 腥好了又 然后跟果粒又炸了 自己都膨胀了 哦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真的不懂 鸡肉丸子里面的面皮是红薯粉做的 之所以不用面粉 是因为用面粉做出来的丸子 是死面疙瘩 而且这样的丸子在炸制的过程中 是不会膨胀的 这样的丸子呀 就更不会飘起来了 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听到 鸡肉丸子这个词啊 就会觉得是 很多很多的鸡肉 打碎了包成的丸子 但现在给大家会儿看一下 这个鸡肉丸子里面用的这个鸡肉心 是什么肉啊 鸡熊肉 就是给它切成像现在这种 就是指甲盖这么大的小丁是吧 对对 为什么要用鸡熊肉啊 因为你要用带骨头的肉了 然后你人家吃的肉 然后一腰里面的肉炸到鸡了 然后那样不好 然后这种肉是纯肉 而且这种肉吃的也比较嫩 那这个包的时候有什么讲究的吗 包的时候你就是把这面 然后心里感觉磨得有点紧刀了 然后你都可以给它搓成剂子 然后那边都可以包来 关键都在这个面上 如果这个面要是不紧刀的话 然后扎出来的弯子 它都不会膨胀 不会叫它就那种崩开 然后那几个弯子都不会瓢到上面 没有特别大是吧 我到现在闻着那股甜味啊 红薯鲜燃的那种清香 我都还是想放嘴里吃 这个有没有就是试着把它给蒸一下 蒸熟 蒸了它不会变大 蒸了就这么大 真的就是我特别喜欢红薯 因为我是红薯养大的孩子 你是哪里的 我老家是宇州的 这就是幼炸四瓶 它炸了一个我待会一碰的 一碰它可大了 然后就放到水里边 它会漂进来 所以就取名水上漂 现在这个红薯已经插不着了 我现在可以下锅了 您下锅 站远一点会不会炸开 对对对 远 这个地方 危险 对一下 远一点 山昂哥 这一会儿它不会刚下锅不会崩 然后等一会儿 你扒起来到以后就该崩了 它为什么会炸成酥心的呀 是因为它用的是红薯淀粉吗 对 面炸不开 它只有空才能炸开 很神奇对不对 食物的转化就是这么神奇 好 别烫了 别烫了 我家伙儿啊 冒着食物没想法 冒着想 你哪里再下来 哎呦 哎呦 好香啊 别烫了 别烫了 炸好了鸡肉丸子就可以出摊了 将卤好的配料码好 到了晚上就会有 过意不绝的人 来试着水上飘了 如果有机会到汝南 您也不妨尝试一下 这会功夫的鸡肉丸子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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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